你好,我是匈奴人 全球瞩目,哈里斯激战特朗普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9月10日,也就是昨天晚上 卡玛拉·哈里斯和特朗普 在美国最关键的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首次进行了电视辩论 两人正面交锋 我曾经多次访问过费城 费城是美国的第一个首都 也就是说它在华盛顿之前 曾经是美国首都 其实纽约也曾经作为过 美国的临时首都 这场辩论是围绕着 双方已经争执多次的 一系列问题展开 卡玛拉·哈里斯紧咬住 特朗普此前在2016年大选期间 伪造商业记录被法院起诉的一事情 斥责特朗普国家安全意识淡漠 且崇拜独裁者 而特朗普则集中攻击 美国当下的经济状况一团糟 而且特朗普将拜登政府的败籍 归咎于卡玛拉·哈里斯 指出他的表现 或者还不如拜登 辩论的部分环节变成了 特朗普对哈里斯的人身攻击 这场辩论的话筒 仅在双方被允许说话的时候 才连通音响 这样免得一个人打断另一个人 尽管如此 在90分钟的交锋当中 双方依然多次尝试打断对方 但是都没有任何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话筒被禁营了 电视辩论结束半小时之后呢 美国的巨星泰勒斯维夫特 发文表示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要知道斯维夫特拥有2.83亿粉丝 他的影响巨大 特朗普对此做出了回应 他的回应是威胁要脱粉 意思就是说泰勒斯维夫特 你再支持哈里斯的话 我就不再做你的粉丝了 由此看来呢 特朗普还是非常惧怕 泰勒斯维夫特和他2.83亿粉丝的 就说呢 他不像对待其他政敌 乔拜登或者哈里斯那样 进行猛烈的回击 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策略 因为毕竟斯维夫特 只是对方的支持者 不是特朗普的主要敌人 这场电视辩论的开场问题是美国经济 主持人问道 你们是否认为美国现在的经济情况比四年前更好 其实呢 在这点上呢 我想查查我的体会 大家都能看到 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好呢 有多项指标 其中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应该说就是股市 当股市欣欣向荣的时候呢 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是健康的 正常的 尤其呢 当然这个股市呢 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例外 因为中国的有时候呢 股市能被操纵 美国的股市呢 则不可能被任何势力操纵 尤其美国政府 根本就对股市无法进行影响 而美国股市呢 可以这么说呢 在全世界两百个国家当中呢 最近几年都是一枝独秀 应该这样说呢 美国股市取得这样的成就是 可以说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因为呢 美国经历了什么呢 中共的病毒战 经历了这个俄乌战争 经历了中东战争 经历了这个全世界经济衰退的 这个危害 因为由于这刚才的一系列战争 尤其是疫情三年 导致全球经济都受到沉重打击 所以呢 美国政府呢 不得不面临两项沉重的负担 第一个呢 他要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要保持美国经济 他要 他怎么办呢 他给美国人发钱 大量的给失业者 给弱势群体发各种各样的补贴 这就使得美国财政赤字能急剧增加 这也是造成了通货膨胀 因为你钱发多了 当然物价就腾得上来吧 而且全世界生产供应不上 因为毕竟疫情造成了封锁 造成了生产上的困难 但是呢 美国战胜了这一切 而且呢 美国经济呢 实际上呢 一直都很强劲 你从另一方面就能看出来 美国的失业率 要知道欧洲国家 这个世界上 经济最好的无非就是 美国和欧洲这两大块 欧洲的这个失业率的 大部分国家都保持在 百分之八左右 而美国呢 这个失业率呢 长期保持在百分之三左右 所以说呢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吧 所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最近这几年 我认为呢 这个美国经济呢 比四年前是更加强壮 这主要得利于 美国的全球化 很多人认为呢 全球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但是你想一想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 都是美国公司 而在二十年前 恰恰相反 二十年前的时候呢 日本的大公司都能成为 全球的最大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全球化不够 要知道现在美国最大的公司 都是在全世界范围里做生意 特朗普呢 这个卡玛拉哈里斯呢 称呢 他计划将降低住房开销 来为年轻的家庭保驾护航 的确 在美国呢 美国人现在最头疼的 最麻烦的问题 就是住房问题 第一呢 是因为美国人呢 喜欢大的房子 因为这个可以这么说 美国人住的房子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 一般普通家庭 都住着两百平方米左右的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当然造价都是非常昂贵的 这样的房子的价格呢 在全美各地呢 平均价格呢 大概都要在四五十万美元 所以说呢 这是美国人主要的 这个花钱的方向 哈里斯呢 这个计划呢 当然一方面呢 是要提供一些政府补贴 另一方面实际上包含着 一种新的含义 那就是说呢 美国政府将支持 这个降低房价的经济行为 你比如说呢 现在美国很多公司呢 都在研究一种新的工厂制造的住房 这种工厂制造的住房呢 价格呢 只有几万美元 而且能够迅速的使用 就是说呢 它使用的是一种 比如说新的技术 不需要过去 过去呢 要挖这个下水道啊 或者下水道工程比较麻烦啊 然后呢 还有一系列的其他工程 现在呢 实际上 由于技术进步呢 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麻烦了 所以说呢 这些小型的这个住宅呢 这些这个廉价的这个住宅 其实它也不是小型 它的经常面积可以达到 一千五百平 也就相当于两百平方米的 左右的这个使用面积 就是中国的那个建筑面积 所以说呢 这意味着呢 美国的房价呢 将来可能得到遏制 因为就是最近这几年 我们都看到 中国房价滴滴不休 已经跌了一半以上 美国的房价呢 不断增长 现在美国福建呢 已经跟几年前 四年前相比呢 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真的是很厉害 实际上房价不断上涨 也表明了美国经济的强大 因为美国毕竟呢 新移民越来越多 新移民 他当然都需要住房啊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推 推涨了美国房价的一个因素 也是使美国经济 更加强大的一个动力 因为新移民呢 虽然有犯罪率 过去呢 这个有人常常说 新移民带来很多罪犯 但是美国最新的调查呢 却出了意料 这个根据联邦调查局 公布的数据呢 美国这个非法移民的犯罪率 是最低的 大概只相当于 合法移民的犯罪率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美国的公民的犯罪率 相对来说呢 还要高一些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呢 作为我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呢 正像最近一句评论讲得好 人们世界各地的穷人 受迫害的人 想到美国来 是为了追求自由 追求财富 不是为了犯罪来的 因为呢 谁都清楚 美国的法律 是最强大 最厉害的 也就是说呢 你在世界任何国家呢 都可能通过经济 或者其他的收买 来脱罪 在美国你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司法公正 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 这就确保了呢 没有人敢在美国犯罪 所以呢 新移民呢 其实更是胆战心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害 尤其是非法移民 他们害怕 他们只要一犯罪 就会被逮捕 逮捕了以后呢 在美国呢 你要是不犯罪的话呢 你可以不要任何证件 美国实际上 生活着一千多万人 黑户 什么证件都没有 他们都是偷偷跑到美国来的 然后呢 他们娶老婆 生孩子 甚至开公司 买房子 什么都可以做 就说呢 他随便弄个名字 或者说呢 找个证件 他都可以做 就没人追究他 但是他前提是不能犯罪 只要他一犯罪 那他就完蛋了 警察一逮捕 原来你是个非法移民 OK 判罪以后 给你驱逐出境 你就什么都完蛋了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个 这个新移民呢 总是呢 小心翼翼的 他们说在 德克萨斯州 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说 那个两个人 汽车发生寡秤 往往两个人互相 对望一样 摇摇手 互相就走开了 也就是说呢 吃亏那一方呢 一看这几百美元的损失 算了 甚至更多一点损失 也就忍了 不想去追究对方的责任 为什么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他们害怕 遭到警察调查 因为他们只要 要求调查 要求对方赔偿 对方就说 OK 那就按照这种惯例 我们把警察叫来 警察一登记 发现他是非法移民 因为德克萨斯州呢 靠近墨西哥 那个地方非法移民 相当的多 警察一来查清楚 非法移民 对不起 那你就要给你 遣送出国了 所以说呢 那个地方的人呢 总是歧视 就是尽量呢 回避这个大官司啊 这一类的冲突 卡玛拉呢 哈里斯指责 特朗普呢 一直为大企业家 和百万富翁们减税 特朗普这回应说呢 他主要提高 他这个主要靠提高关税 来减少这部分 对美国大企业的关税 他说用其他国家的钱 来帮助美国减税 他特别提到了中国 表示通过关税政策呢 美国政府已经从中国 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 关税收入 他期望 接下来进一步 将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提高到60% 应该这样说呢 特朗普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我是支持的 虽然说呢 美国有大部分经济学家呢 认为呢 提高关税呢 会使美国人民 付出更多的钱 有的甚至计算说 要提出要付4000美元 但我不这么认为 当然呢 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数据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呢 特朗普呢 要给全球的其他国家呢 都要提 把关税提高到10%到20% 这个很明显 那会退涨 美国的这个人民的 这个支出 因为这个关税 就普遍的加价了 美国人当然要得掏钱了 这实际上 等于向美国人民 变相成罪 但是呢 仅仅针对中国的关税呢 就避免这些问题 因为中国的关税稍微高一点 人们就可以买其他国家的便宜商品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中国商品呢 跟印度商品 跟这个墨西哥商品 跟这个其他国家的商品 跟这个印度尼西亚 或者孟加拉国的商品的价格 也就差那么3%到5% 所以说你提 别说你提60%了 你就是30% 也足以帮大部分中国生品 拒之于国门之外 这样就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 当然这个税收就应该获得 哈里斯呢 称16位诺贝亚经济学奖得主 批评了特朗普的政策 认为呢 那样会引发这个经济衰退 还会让美国的失业率飙升 这个另外呢 双方的集中在堕胎议题上面 这个哈里斯呢 是主张呢 应该让美国人自己 对自己的身体做决定 而不是由政府来规定他怎么做 也就是说呢 哈里斯认为呢 这是美国人的隐私 这是 这个因为有很多东西 是说不清楚的 比如说呢 他说这个有些妇女 被这个罪犯强奸了 还有一些妇女呢 是因为民族传统 尽情结婚 就是呢 我们都知道 许多国家都有法律规定的 这个有的人结婚以后 不能生孩子 因为他身体有疾病 有这个 就是可能呢 把他的缺陷遗传给下一代 或者尽情结婚 也会造成这个畸形儿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就应该堕胎 所以说哈里斯认为呢 了解这个问题的 有资格做判断的 是应该是他的父母 而不是美国的政治家 所以他认为呢 美国政治家不应该 就是说在这方面强行规定 在这点上呢 特朗普呢 是比较明智的 做出了退让 他表示呢 这个问题呢 联邦政府 他说我现在已经 不想太说太多 他说这个问题呢 要留给各个州来自行判断 所以呢 他的立场呢 开始摇摆模糊 因为否则的话 他会激怒很多人 当主持人讲话题 转向乌克兰战争的时候呢 特朗普呢 在辩论中 则强调呢 这个 如果他当选总统呢 将组织多方会谈 停止战争 当然这个呢 就像特朗普 以前也曾经 跟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 两次见面 试图呢 减少美国跟朝鲜的对立 我当时看了 就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美国 特朗普呢 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个总统 去跟朝鲜领导人 会见两次的 其他大部分总统 根本就不屑于 去跟朝鲜领导人谈判 你说你跟一个无赖 跟一个流氓 跟一个黑帮老大 坐下来谈判 你简直就是在抬举对方 事实上呢 金正恩之所以 进行这样的谈判 目的就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家 就是显示 你看 这个美国总统都跟我对话 所以说呢 这个做法是非常荒诞的 特朗普以为这个世界上 都能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但事实上 你像普京 当然有人认为呢 普京侵略乌克兰呢 正式发生在拜登期间 但是呢 普京之所以敢于侵略乌克兰 为什么他过去不敢呢 为什么他现在才敢呢 其实主要就是他判断的 美国政府 美国呢 第一撕裂 第二个呢 应该这样说呢 特朗普呢 表示不愿意 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习近平占领香港 控制香港 当时如果特朗普强硬的话呢 直接了当地就告诉习近平 你撤出香港 不准再镇压香港民主派 把香港的这些良心犯都给我放了 否则我马上 给你收税60% 我敢保证习近平 马上就会停止 对香港人的镇压 特朗普呢 进一步陈述乌克兰战争 给美国带来的代价 声称呢 欧洲付出的代价 比美国少得多 当然他这个呢 理由呢 是成立的 实际上美国的代价并不大 比起这个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美国到现在为止 才付出了一千多亿美元 至于欧洲呢 当然应该付出更大的支持 才对 这个卡玛拉哈里斯 在回答这个主持人 关于加沙战争的问题的时候 知己了当地 称哈马斯为恐怖组织 美国应该支持以色列 保护自己 但同时他也强调呢 支持两国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呢 让巴拉斯坦人独立建国 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呢 主要的政府监督机构和大量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呢 特朗普和拜登 对阿富汗战争 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最终以灾难性的结局收尾呢 都要承担责任 而美国的主要战争监督机构呢 认为呢 主要是特朗普在2020年呢 与塔利班达成了撤出所有美军和军事承包商的协议 这个呢 协议呢 应该说呢 是美国做出的账不太大的 尤其是特朗普在这个协议当中答应 释放塔利班五千名骨干 这五千名骨干呢 基本上呢 都是非常 这个过去就是二十年里 美军和阿富汗警察好不容易抓住的这个 塔利班的骨干分子 结果一下子放了 所以塔利班的势力立刻就增强了好几倍 这个所以说呢 这个协议呢 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呢 拜登呢 后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也不够强硬 他完全按照这个协议形式 而没有对这个塔利班违反协议的行为 给予足够的反应 也导致了美国的撤退非常狼狈 在辩论当中 哈里斯表示呢 特朗普曾经因国家安全罪 经济罪 选举干预罪而被起诉 现在又被判定对性侵犯 负有责任 因为这个哈里斯呢 就是说呢 他是以检察官的身份来参加这个辩论的 他常常强调自己是个检察官 纽约时报报道说呢 贺锦丽呢 与特朗普进行了一次握手 这个是还是出乎人的意料的 因为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特朗普没有跟拜登握手 然后贺锦丽呢 在接下来的90分钟呢 竭力的就是说呢 激怒特朗普 因此呢 对特朗普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这个贺锦丽呢 应该是咄咄逼人 他借鉴了自己的检察官经验 而这个特朗普呢 则弄急冲冲 经常上钩 用大量的错误信息和人身攻击 来回应贺锦丽的批评 在这次 这个 应该这样说呢 贺锦丽在这次辩论中 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说得很清楚 道理 说得很简洁 让听的人都能明白 而特朗普呢 则由于愤怒 则就是显得呢 有一些这个急躁 贺锦丽有时候会用手撑着下巴 用怀疑的目光 惊讶地看着特朗普 在辩论过程当中 大部分时间呢 贺锦丽呢 都是看着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呢 就很少去看贺锦丽 比如说呢 特朗普呢 一再提起俄州一个小镇的 这个海地移民 把邻居的猫偷来吃掉 后来呢 被证实呢 这个故事弄错了 这个故事呢 是编造的 因为当地的检察官和法官呢 都这个 指出了这一点 而且这场辩论中的主持人戴维 也提供了事实核查 说这个特朗普呢 有引用的很多事实呢 都错了 这可能特朗普年龄大了 而且呢 他阅读的资料不够多 比如说特朗普呢 说在一些地方呢 婴儿出生后遭到处决 戴维说呢 在这个国家 在美利坚和中国 没有任何一个州 没有任何一个执法人员 敢去杀死出生后的婴儿 因为美国法律明确规定 四个月以后的胎儿 就具有生命权 任何人堕胎 在四个月以后呢 都构成了犯罪 所以说呢 这个 这场辩论结束以后呢 双方团队呢 都说来自己赢了 但是呢 这场辩论呢 这个 被这个媒体呢 事前戏称呢 是检察官哈里斯 对中这份特朗普的比评 早在辩论开始前 这个贺锦丽的这个辩论策略呢 就是故意激动川普 好让他情绪失控 因为川普呢 容易愤怒 川普呢 是属于这个 冲动性人格 所以变了一开始不久呢 贺锦丽就说呢 川普说你真丢脸 很多官员都告诉我 你是一个耻辱 说你是当年 上一次大选的时候 你是被八千一百万美国人 解雇了的一个总统 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一般总统 第二任担任都很容易的 而且呢 贺锦丽还特别强调说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都在嘲笑你 到那儿的川普 这个贺锦丽的这个 因为一直直视着表川普 而且呢 他对川普的每一个观点呢 都会露出笑容 或者摇头表示 或者表示不同意 他的现场的这个表现 现在已经被做成表情包 在这个 后来网上广泛的传播 这个这场辩论结束以后呢 这个在线这个预测市场的显示呢 这个辩论期间呢 这个就在辩论期间 川普的胜选这个赢率 从52%降到了47% 而贺锦丽的胜选几率呢 则从53%上升到了55% 而辩论的下半场呢 就变成了人身攻击 特朗普的一些门友呢 告诉谁呢 他们对特朗普的表现呢 多次失去冷静 感到沮丧 因为在辩论前呢 特朗普的门友 一直劝告他 忠告他 说你千万不要回应 哈里斯的调戏言论 否则的话呢 你就会像是一个罪犯 在回答检察官的指控 言外之意的就告诉他 不要去 就是说呢 跟一个检察官正面交分 特朗普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呢 他在辩论当中的时候 眼睛一直始终呢 回避这个哈里斯 咄咄逼人的目光 但是呢 他仍然多次失控 可能是因为年纪太大了 加上被激怒了 当然呢 在这个辩论过程当中 也有例外 当哈里斯指责 特朗普煽动暴徒 于2021年1月6日 袭击美国国会大厦的时候呢 特朗普拒绝展开这个话题 他迅速地转向了边境问题 来反攻这个哈里斯 上半场呢 特朗普的用事过多 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是在愤怒的大喊大叫 这违反了他的 违背了他的团队制定好的策略 所以说呢 人们认为他年纪大了 很难长时间的保持自律和注意力 到了下半场呢 特朗普呢 明白了他上半场所犯的错误 所以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回到过去成功的地方 就是说满攻拜登 因为在上一次的辩论当中呢 他跟拜登的辩论当中 人们普遍认为呢 特朗普胜过了拜登 但是呢 哈里斯迅速反驳到 说你不是在跟乔拜登竞争 你是在跟我两个竞争总统啊 就是哈里斯呢 他没有为拜登辩护 也没有试图 明确 他与拜登的不同 这一点呢 他表现得很机智 现在看来呢 拜登退选的省事最大的 其实还是特朗普 因为呢 特朗普似乎一直难以接受自己 不再与拜登竞争的事实 他说着说着 就会说到拜登了 而且呢 他认为民主党 讲这个拜登替换下台 是不公平的 对他来说不公平 因为呢 让被迫 就是现在就强迫 特朗普要面对 五十九岁的一个年轻的人 跟年轻人斗争 就像这个一个半小时呢 简直就像在足球场上踢足球 所以说呢 你很难想象一个七十八岁的老人 在足球场上 面对一个五十九岁的人 特朗普呢 后来呢 慢慢的恢复理智以后呢 就是说 回到这个 他的顾问们 想要打击哈里斯的领域 也就是说呢 说拜登哈里斯执政期间 在世界各地的战争 哈里斯的回应呢 也相当的尖锐 他说我们的北约门友 非常感谢你 不再担任总统 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是当总统 那会更麻烦 他说呢 否则普京就会坐在基辅 目光关注欧洲其他国家 哈里斯还说呢 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 他就会放弃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 而且呢 普京呢 就会在基辅 然后呢到波兰去 他还指责 那个特朗普呢 是普京的小跟班 而且呢 他说普京是一个 会把你特朗普 当成午餐来吃掉的强人 这个特朗普的反击呢 是称哈里斯 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就是指责他 在这个俄罗斯 在这个俄罗斯入侵前呢 没能通过谈判来阻止 来阻止俄乌战争 其实主持人呢 对哈里斯并不客气 主持人呢 一再转向这个阿富汗问题 因为呢 那次撤军呢 是被认为呢 是美国的耻辱 哈里斯呢 则强调呢 这个说这个 撤军的原因呢 是特朗普与 塔利班大臣的撤军协议 另外哈里斯还指出呢 截止今天 没有一名美国军人 在进行现役战斗 他指出的就是说 虽然说中东爆发了战争 俄乌战争 打了将近三年 但美国军人没有直接卷入 当这个话题 转向种族和政治的时候呢 哈里斯说呢 我认为我们 一个想当总统的人呢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一直试图利用种族问题 来分裂美国 这是一个悲剧 他用这种方式呢 来暗示呢 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历史 因为特朗普早年的时候 因为拒绝向黑人出租房子 而陷入了长期的法律大战 特朗普呢 则愤怒地指控哈里斯说 他计划削减警察经费 计划能没收所有人的枪支 哈里斯呢 也是第一次证实 说他和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呢 都是枪支拥有者 原来他们家里都有枪 我们都知道 民主党一向是主张禁枪的 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求呢 对这个卖枪 对这个枪支呢 大火力的枪支进行限制 比如说那个机关枪啊 冲锋枪啊什么的 一下子能够杀十几百人的枪 他们主张要进行限制 免得造成太多的伤亡 他们认为呢 枪支呢 应该停留在自卫范畴内 而且呢 他们主张呢 就是说呢 要有没有犯罪这个历史的人 头脑清醒的人 理智的人掌握枪支 不应该让任何人都有枪 因为呢 有些精神病人有枪呢 是很危险的 所以双方呢 这场辩论的这个后果呢 现在呢 还没有 就是新的民意调查呢 我估计今天将会进行 但是呢 现在呢 就是普遍认为呢 这场辩论呢 对于美国 对于全世界呢 都非常的重要